午餐肉没有人不喜欢吃吧 可以直接吃涮火锅或者加酸凝脂 外面买的不放心原材料 那就自己在家里做 提前准备150克葱姜水冷藏备用 再准备500克猪厚腿肉 二肥八瘦 不喜欢肥肉的可以少放些 放料理机按屏幕上的配料放 料一定要称好 按这个配方做的午餐肉非常好吃 将它们打成泥状 放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这个时候加入面粉 淀粉和之前的葱姜水配一个面糊备用 冷藏过的肉馅做出来的午餐肉比较劲道 把它和少许面糊一起倒入厨师机 没有厨师机的正用手远一个方向小段上镜 开低速打 中途再把面糊都倒进去 我大概搅拌了20分钟 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准备模具杀一层油 装好肉馅 用筷子整理平整 跟上保鲜膜并扎口排气 上锅这一个小时 放凉后脱膜 切成后搏均匀的块 午餐肉就做好了 又可以有弹弹 直接去或者上火锅都非常好